今天这个早餐真是超级好吃 家里有孩子的一定要试试 我提前做的糯米饭 加点生抽和盐 抓匀入个味 再把培根给它切碎 或者用火腿肠也行 打上两颗鸡蛋备用 先把培根放到锅里煎熟 加上玉米、青豆和胡萝卜丁 也给它炒熟 这个是两份的量 糯米也是加进来一半 简单翻炒几下 炒热乎就行了 这个时候千万别偷吃 把饭给它推到一边 整理成一个圆柱 再锅一边倒上蛋液 摊匀 再把糯米饭团裹上蛋液 这样裹个两三层就可以了 就这样拿着吃 也是超级好吃的 我们拿一片海苔寿司 把这个糯米卷给它卷起来 切成小段 这样吃的时候 直接拿着吃就行了 挤上一点沙拉酱 或者是番茄沙丝 我提前预约的八宝粥也熟了 配好的八宝杂粮 头天晚上预约 早上就能喝到八宝粥了 再煎个鸡蛋虾仁 做个蔬菜沙拉 这样的早餐就搞定了 这个紫菜糯米饭团 真是太好吃了 家里有孩子的一定要试试